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源 沈川松和罹患病掩埋的金宇斌公开请笔信透露近况 表示顺利完成三次抗癌治疗和35次放射治疗 发布首写信内容 我一直在犹豫 不知道该如何提笔写第一句 我本应早点告诉大家消息的 可是由于一直忙着治疗 七个月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每次我的名字上了热搜 我都会有些害怕 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这么晃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得在这一年 过去之前说点什么 先说说大家最想知道的我的病情吧 我在去年5月被诊断为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的BMI 此前确定拍摄的电影导演 前后辈演员们和工作人员 对我很关照 很快我就能得以调整好所有日程 开始接受治疗 多 亏了大家的鼓励和祈祷 我顺利接受了三次抗癌治疗和35次放射治疗 治疗过程中看着大家发来的鼓励的文字 让我更加有勇气 真的谢谢大家 现在我已经顺利完成治疗 再周期性地进行后续检查和恢复治疗 我能进行简单的散步 也能规律地吃饭 我感觉体力也比从前好了一些 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和大家见面 很惭愧让大家看 到了我生病的样子 我以后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 努力给大家带来好消息 我祈祷在我艰难时候 陪伴过人和家人能够在新年迎来奇迹 也希望2018年大家都幸福健康 我一定会恢复健康 很快来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分享 在相关阅读 真子丹全家欢乐奇出镜 圣诞大派节日祝福来源 小于APP真子丹原标题 真子丹全家欢乐奇出镜 圣诞大派节日祝福真子丹 于今日刚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 并配文 祝大家圣诞快乐 视频中真子丹及爱奇邦诗诗和一对儿女 全部出镜 全家四口统一穿着大红色圣诞喜庆套装 各自摆欢乐pose 为网友们带来圣诞祝福 家庭则 任感超强的真子丹 在拍戏之余经常选择把时间留给家人 近日在刚刚结束电影 大师兄的拍摄后 就立马陪全家进行假日出游 前几日更是晒出背着儿子 逛街的照片 令网友们大呼父爱爆满 据悉 真子丹将于一月立刻开启与王晶合作的新戏 肥荣过江的剧组拍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王晶新剧造型美美引发回忆沙 神秘身份出路端倪 来源 思庭经济组艺人宣传部 王晶原标题 王晶新剧造型美美引发回忆沙 神秘身份出路端倪 由北京东方飞云国际影视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导演赖水清之导 王晶携手何润东 张新宇 李星迈 朱一龙等连妹出演的大型古装悬疑 情感剧花谢花飞花满天 目前于浙江卫视 中国蓝剧场热播 中 该剧自开播以来 便凭借剧中演员的高颜值受到观众追捧 由王晶饰演的灵姑子一出场 便引发王友热议 颜值 演技双双再现 令人惊喜 本次 王晶饰演的是一位隐居 在拜远府中的英语 不仅医术高明 并且秉承仁者之心 帮助由张新宇 李星迈分别饰演的谢千寻与青城公主画脸 以此来挽救二人幸运 并改变二人命运 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 关键人物 王晶是灵姑子花家救人 破此局神秘往事出 鲁端倪 在之前的剧情中 王晶饰展高超一术 为谢千寻与青城公主换言 并且在谷底首次与何润东 饰演的花满天见面 当听到对方为花家人的时候 王晶瞬间的差异与凝制 都预示着他与花家有着不同寻常的往事 值得探究 从最初的拒绝幻言 要求到后来为了破解花家死局 挽救二人性命 而答应二人 王晶饰演的灵姑子 虽略显超脱高冷 却于细微处将情感表达拿捏的恰到好处 当提到花满天父亲的时候 王晶眼眼神中所流露出的悲伤 令人忍不住探究他的那段往事 他与花家的恩怨更是引发众人期待 造型为美引发回忆杀王晶 不惧角色泪彼此次亡 因饰演的灵姑子一袭白衣出场 回眸间静密婉约 气质尽显 引得网友纷纷喊话 王晶的古装依旧百看不厌 从还诸格格中温婉大方的秦格格 到武林外之中美好深情的白飞飞 清和绝恋中柔弱动人的万秋灵 在调无敌县令中武艺高强的宁香公主 王晶的古装造型一直令人惊艳 此次王晶在花谢花飞中的亮相 更是令人惊喜 而对于众多剧迷关于秦格格 宁香公主等角色的议论 王晶则表示 观众对于角色之间的类比 肯定是会有的 并不会介意演员创造出的角色 如果能够深入人心 令观众常常提及 则是一种回报 身处话题中间 王晶始终秉承作为一名演员的职责 不仅坚持演戏 还热心于公益事业 以洒脱 随性之姿 展现出独特的女性魅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则是八月的 则是八月的 花年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